640机器VD640机器菜单啊讲解一下我们这次主页我们这边是开开启墨线啊按钮然后这边是选择信息的一个按钮 这边是开始拼音的开始拼音的一个按钮 这边的信息调整这个参数调整啊主要就是一个呃打液延时信息宽度还有我们高度啊信息高度还有一个生产线的一个方向啊就是信息方向呢 这是我们这个主界面啊这边这边有呃 溶剂使用百分比还有墨水使用百分比现在都是百分之零是因为我们没有没有差啊 墨水要插进去溶剂需要插进去插好之后我们这边才会显示这边才会显示啊百分之百啊 这会显示 然后我们看主要看看这个信息参数这个信息这一块啊我们就不讲了啊不讲了因为上面我们会已经讲过了 然后我们这边有系统啊系统设置这个系统呢我们主要是呃信息的一个导入导出还有一个 新码机系统的系统一个备份啊主要的证明然后这边诊断诊断这边主要 看我们一个机器的一个状态啊有有目标压力啊有目标值有实力值有飞行速度啊飞行速度 然后下一页呢有不能一个转速然后有墨星页位这种我们常看的一个参数啊 然后这边有硬件字眼硬件字眼我们可以看我们这个机器它的一个硬件的一个状况然后有电阀测试电阀测试我们可以测试我们所有的电阀啊 我们这么多电阀一个测试当我们随便测试当我们测试打开发会响会响啊 他发会响说明我们呃发是通了电阀法是好的电阀是好的 我们测试别的话也是一样我们打开啊他会响这电阀测试 然后呢这边有个数据记录数据记录主要字记录我们是什么一个软件的一个版本软件的版本啊一个生产技术 墨星运营实践啊墨星运营实践啊等等在这里面 机器运营的一个时间在这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次诊断里面诊断里面 喷顶清洗啊喷顶清洗当我们喷顶出现堵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喷顶清洗还有喷顶强清洗啊 喷顶清洗的话是执行30秒钟 当我们点开始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拿轻易服啊轻易服 对着我们这个喷顿对着我们喷顿进行喷清一页 喷清一页 这次喷顶清洗我们如果喷顶堵的分长厉害的话我们可以多执行几次喷顶清洗 我们可以多执行几次喷顶清洗 然后呢我们再喷顶强清洗这个大概是持续的十分钟持续十分钟 这个情况下我们不需要清洗喷头它会自动强清洗自动冲刷喷顶 嗯这个 然后呢 嗯我们这个设置里面啊设置里面就是一个日期时间的一个设置啊还有北林话里面一个语言语言一个设置 还有就是说呃我们的一个设断线速度啊设断线速度 设断线速度的话我们在这里面能看就可以设置它的一个线速度啊产品的一个宽度这边呢我们可以呃看设置一个光链啊启用外部的还是不启用外部的啊我们可以启用外部和不启用啊这边有高电瓶有低电瓶啊 然后呢我们下面这个就是连语拼啊先给我关它有呃时间模式有间隔模式呃有出编码器模式啊有这几个模式啊可以进行选择 嗯我们可以选择关啊连语拼也关掉它不不使用 嗯然后呢 拼图拼图这边我们可以选择自动拼 模式开启的话它自动开启拼 它可以打开或者关闭或者是选择我们这个信息选择选择信息后它会也会自动拼啊这个 可以进行选择 进行选择 嗯 嗯这是一个设置里面了啊这个 防卫里面我就不说了这的一个权限的一个设置就是密码啊权限的一个设置 然后我们维护里面维护里面我们它的一个屏幕教准屏幕教准当我们的屏幕 啊不灵米啊触摸不灵米的情况下我们要进行屏幕教准屏幕教准那个系统系统设置这里面 我们常用的就是一个配套配套后盘排控这个啊常用的配套后盘排控 然后呢下面是呃呃呃呃就是高压教准高压教准的话当我们呢配当我们机器经常出现高压故障的高压故障的时候我们我们要把拼头清洗干净然后进行一次高压教准 嗯嗯嗯嗯嗯嗯然后下面有个呃更新墨型参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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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墨型参数就是我们第一次装机的时候没有墨水和容器 嗯插好之后我们要进行一次更新墨型参数啊在这里做要更新 嗯 然后 这次我们一个菜单了 又怎么机器 菜单的